第1201章 安排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且不说水流香如何选秀 又选中了什么人 另一边 叶灵 布凡 以及白冰三人凑在一起 由布凡呼叫楚行云 楚行云曾经给了布凡一个蟒珠 这个蟒珠有两大功能 一是呼叫太虚式灵蟒 二是开启一个隐秘护照 正是凭借着这个宝贝 所以布凡才将妖族的动向 探查得那么清晰 白楼内 布凡双手捧着黑色的蟒珠 将自己的精神力灌注了进去 随着布凡将精神注入蟒珠 第一个感应到的 便是正盘踞在一条灵脉上 吞噬天地灵气的太虚式灵蟒 感应到布凡的想法 是灵蟒暂时脱离了那个 被吞噬了一小半的灵蟒 开启了空间裂缝 钻进了虚空之中 一路穿行之间 是灵蟒很快便抵达了 楚行云的位置 正打算破空而出的时候 却猛地愣在了那里 迟迟没有行动 反空间内 是灵蟒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楚行云的身体内 有一道无以名状的存在 那是一条蛇形的紫色气流 盘旋在楚行云的武林周围 如有灵性般的游荡着 太虚式灵蟒 并不知道那道紫色气流是什么 但本能的 他却有种预感 若可以吞噬 那道紫色的气流 一定会对他有着巨大无比的好处 只不过 是灵蟒还是有着自知之明的 现在的他 还没资格吞噬那紫色的气流 即便强行吞噬 也绝对消化不了 更别提吸收了 迟疑了一小会 是灵蟒终于暂时压下了内心的渴望 破开空间裂缝 钻了出去 得知不凡那边有事找他 楚行云自然不能不理 只好暂时脱离了队伍 乘坐太虚式灵蟒 赶回了九霄城 临走前 楚行云炼制了一个简化版的蟒珠 镶嵌在了马车的车厢之内 这个蟒珠 既不能感应沟通 也没有隐秘能力 只有定位功能 如果楚行云想回到队伍 直接乘坐太虚式灵蟒 赶到这个蟒珠所在的位置 自然就可以找到他们 很快 楚行云回到了白楼之内 见到楚行云破开空间 出现在房间里 夜灵 白冰 以及布凡 都是一脸的惊叹 要知道 就在刚才 楚行云还远在万里之外 可是只这么短的时间 楚行云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简直是神乎其神 彼此都很熟悉 感情上更是非常清静 因此 楚行云也没有客气 直接询问三人的想法 以及接下来的打算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三人倒也没有隐瞒 一个接一个地诉说了起来 三人中 夜灵想闭关研究一下自己的武灵 以及武灵天赋 夜灵本身并不喜欢打打杀杀 她更喜欢从事医疗工作 夜灵最大的梦想 是开一家医馆 解除众生疾苦 摆弄点灵草 炼制点药剂 治疗些病人什么的 这让她 感觉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至于白冰 就更不用说了 她始终认为 靠蛮力去厮杀格斗 是最愚蠢的 真正的高手 一定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 比赛这东西 偶尔一次两次可以 但是长年累月下去 真的没意义 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最后就是不凡 她的心思只有一个 那就是去前线侦查 然后呼叫老大 先挣她几个亿 再说其他 至于说打斗 能不打尽量别打 要打也是 为了利益 很显然 白冰 叶灵 布凡 都不是战斗方面的人才 不是他们不能打 而是智不在此 叶灵更想做一个 玄弧即逝的医者 白冰喜欢斗志 不喜欢斗勇 更愿意靠智慧 去取得胜利 而布凡的特点 决定了她根本不适合战斗 只适合侦查 虽然后在流云战队 她年末的奖金分的也并不熟 但那并不是 她靠自己的本事赠来的 即便得到了金钱 也没有成就感 布凡现在最喜欢 最憧憬的生活 就是去前线侦查 然后呼叫楚星云来收割 抢夺妖族的宝物和资源 即消灭了妖族大军 又挣来了海量的金钱 而且还非常有成就感 最重要的是 在挣钱的同时 还能建立军功 权势与钱财兼得 这才是布凡最感兴趣的 面对三人的请求 楚星云沉赢了好一会 终于做出了决定 首先是叶玲 既然她喜欢 那楚星云就会全力支持 钱的方面 叶玲并不缺钱 分给她的钱 她根本就没怎么花 都存在那里呢 叶玲喜欢开衣馆 那就开好了 也不需要开一个太大的 普通的就好 至于以后做大了 那也留到以后再说 其次是布凡 她对金钱 军功 权势 都非常感兴趣 很想带着一群小弟 到处威风 面对于此 楚星云将布凡 从流云战队内 踢出了出去 以少尉的军衔 加入了军部 直接成为了一个 千人队的队长 少尉当然不可能 只做一个千人队的长官 可是军衔和军职之间 是很难统一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算这千人队的位置 也是水流香出面 帮忙申请下来的 不然的话 任你什么军衔 没有兵给你统帅 也依然是百事而已 最后 也是最难处理的 就是白兵 白兵的兴趣 转到了商业领域 白兵太聪明了 他很清楚 武皇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他的极限 也不需要为此着急 到底什么时候成就武皇 白兵根本就不介意 以他的资质和潜力 那不过是早晚的事而已 真正让白兵介意的是 他拥有着成就帝尊的潜力 但却需要大量的资源 去支撑 若他没有办法 获得大量资源的话 那这一生 恐怕就止于武皇了 修炼什么的 对白兵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真正限制他的 是资源 是海量的资源 可是想做生意 哪有那么容易 没有强硬的靠山 钱是那么好挣的 退一万步说 即便挣到了很多钱 他凭什么保住 而且 虽然很想挣钱 可是说实在的 他的祖上只是平民 一点做生意的经验 都没有 只是决定了要经商 可是到底经营什么 货物从哪里来 要卖到哪里去 如何从中获利 他却是一概不知 人非生而知之 白兵也不例外 时到如今 唯一能帮他的 就只有楚行云 在白兵的心里 楚行云虽然年轻 但却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无所不能的 本章完 第1202章 城市在天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不得不说 白兵很聪明 想的很多 而且还都敏锐地 捕捉到了事物的本质 然而 很多东西 他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太妙想天开了 不是说白兵不聪明 而是因为他的生活阅历太少 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还太片面 看着白兵 楚行云道 你想经商 这个我不反对 但若 你想通过经商 赚取成就地争的资源 那恐怕有点原木求鱼了 听到楚行云的话 白兵皱了皱眉头 正准备辩解时 楚行云却抬手制止了他 摇了摇头 楚行云继续道 商人并不好做 不是说你够聪明 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 而且 商业从来都是有赠有赔 没那么简单的 紧紧地捏着拳头 白兵双眼精亮地道 我有信心 只要我够努力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甚至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叹息一声 楚行云道 成为最成功的商人 比成为最顶级的舞者 还要艰难 对比而言 成就帝尊 似乎更简单一些 毕竟你有这个底蕴 顿了顿 楚行云认真的道 而且 退一万步说 即便你成了最成功的商人 又如何呢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白兵猛地张开嘴 便准备解释 可是他忽然就发现 楚行云的问题 他根本无法解释 确实 若能成为成功的商人 那他确实可以拥有海量的资源 以支撑他的修炼 然而 这所谓的资源 不过是普通资源而已 也许初期还有点用 但是到了武皇境界以上 这些资源全都是废物 武皇以上 需求的资源 没有一个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真正最顶级的资源 从来都是受控制的 真正有资格得到的 根本不需要花钱 而试图用钱 去购买的 根本就没可能买到 就算偶尔能买到一个半个的 也是杯水车薪 看着白冰茫然无措的样子 楚行云叹息一声 无奈地道 你想想 哪一个拥有帝尊潜力的人 身后没有大财团的支撑 可是那又如何 近万年来 有人成就帝尊吗 这 毋庸置疑 白冰很聪明 是最聪明的人之一 正因为白冰很聪明 所以他才越发地 无法回答楚行云的问题 千万年来 其实想法和白冰类似的人 有很多很多 但是无一例外 他们都失败了 想靠商业支撑帝尊 这绝对是一条死路 一个商人 即便再怎么成功 又能占据多少资源 尤其是核心资源 更是任何商人 都没有机会染指的 茫然地看着楚行云 白冰只感觉心灰意冷 难道说 真的无法成就帝尊吗 若是没有帝尊潜力 白冰也许 还不会如此焦急 可是自己明明有着 成就帝尊的潜力 人也够聪明 却硬是没有办法成就帝尊 这真的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一把拉住了楚行云的衣袖 白冰可怜兮兮的道 楚大哥 难道 真的没有办法成就帝尊吗 看着白冰可怜兮兮的翘脸 楚行云不由的摇了摇头 很显然 这丫头潜意识里 把她当成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沉吟了一下 楚行云道 办法当然是有的 不然的话 现在的五大帝尊 从哪来的 咦 听到楚行云的话 白冰猛地亮起了眼睛 对啊 又不是没有帝尊存在 怎么可能没有办法成就帝尊呢 看着白冰那明亮的眼睛 楚行云没有故作深沉 耐心地讲解了起来 现在的五大帝尊 一万多年前 是隶属于同一个战队的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 往前回溯的话 五大帝尊的出现 并不是偶然的 五大帝尊出现的时间点太好了 老一辈的帝尊先后战死 新一代的天才还没出头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五大帝尊团结一心 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 站在了时代的巅峰 五大帝尊之所以能精诚合作 是因为五大帝尊属性各不相同 五大帝尊属性分别为 金、木、水、火、土 彼此的利益是一致的 并不会产生矛盾 因此 彼此之间的合作 是亲密无间的 也正是因为京城的合作 才凝聚出了庞大的势力 从而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踏上了人类的权力巅峰 可是 为什么最近 这一万多年来 没有人能成就帝尊呢 白冰迟疑的道 面对白冰的问题 楚行云耸了耸肩膀 无奈的道 这还用问吗 现在人类的资源 都消耗在抵抗妖魔两族的战斗中了 哪来的资源培养帝尊 啊 惊骇的看着楚行云 白冰道 你的意思是说 不能击溃妖魔两族 便没有人能成就帝尊 叹息着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与妖魔两族的战斗 耗费了人类的所有资源 妖魔不灭 无人可以成就帝尊 愣愣地看着楚行云 白冰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好半天 白冰泄气般地瘫坐了下来 一脸的生无可恋 看着白冰消极的样子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眉头 不悦得道 为什么如此消极 所谓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虽然很艰难 但若不努力地去做做看 谁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白冰苦笑着道 我区区一个小学员 人微言轻 又能做什么呢 无论我做什么 都是白搭吧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若当年五大帝尊 也像你这么想的话 那就没有今天的五大帝尊了 深深地看着白冰 楚行云严肃地道 你想过没有 若现在妖魔两族已经被击溃 你有能力 站在人类的前锋吗 这 面对楚行云的质问 白冰无语了 仔细思索间 白冰很快便明白了楚行云的意思 对抗妖魔大军 人人都有责任 虽然即便做了所有的努力 也可能是白费的 但若不做任何努力的话 即便机会来临 也没有能力抓住 甚至连去抓的资格都没有 认真的看着白冰 楚行云的声音无比的坚定 进人事 听天命 把我们能做的都尽量做到最好 然后尽在实际来临 虽然努力了 也未必能获得成功 但是谁告诉你说 努力了就一定会成功呢 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 我们唯一能做的 不过是无悔而已 本章完 第1203章 恐怖小队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经过楚行云的开导 白冰终于坚定了信念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还是要尽全力去做 若有朝一日 机会真的来临 最起码要有能力 有资格去争一争 虽然 经商并不能让白冰成就帝尊 但是却会让他拥有权势 若真有那一天 这也算是一种争夺的资本 大脑快速地分析之间 白冰越来越兴奋 时到现在 以楚行云为核心的小团队 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 核心为楚行云和水流香 这两人都是拥有着帝尊潜力的 其次就是 古蛮和白冰 这两个次核心的存在 同样也拥有着帝尊级的潜力 再往外围 则是夜灵 尤宰 不凡 君无忧 花弄月 其中 楚行云是无属性的 因此对于资源 是没有需求的 它的存在 与任何人都没有矛盾 是最适合的核心老大 至于水流香 虽然有属性 但却没有武灵 是血脉类的武者 对资源也是没有需求的 只要将血脉完全激发开来 水流香自然就可以成就帝尊 虽然血脉激发很难 但这个难与资源无关 资源对水流香来说 是没有用的 扣除楚行云和水流香外 这个小团体还有七人 金属性的古蛮 木属性的夜灵 水属性的君无忧 火属性的尤宰 土属性的花弄月 光属性的白冰 暗属性的不凡 值得一提的是不凡的暗属性 不凡的武灵为三维羽燕 因其展开翅膀时形如弯月 而且常在夜间行动 因此又名暗月燕 三维羽燕拥有六瓶武灵天赋 风之子 这个风属于黑暗之风 加速的同时更是会阻止敌人的追击 人的属性一共是七大类 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光、暗 因为光源自太阳 因此光属性在乾坤世界被命名为日 与日对应的是月 因此暗属性在乾坤世界名为月 因此 乾坤世界的属性门类 具体划分为金、木、水、火、土、日、月 其实 究其根本 日月、光暗、阴阳 只要是对立的名称 都是可以的 名字上 可能不一样 但指的 其实都是同一个事物 仔细一算 白冰很兴奋地发现 整个小团队 竟然没有一个人的属性是重合的 楚行云无属性 水流香血脉 古蛮精 夜灵木 君无忧水 油载火 花弄月土 白冰日 不繁月 所有人完全可以形成合力 而不会有任何的利益纠葛 若真的有一天 这个团队可以站在人类巅峰的话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 成就九大帝尊 一想到那个可能 白冰的眼睛亮得吓人 时到此刻 白冰终于彻底找到了成就帝尊的道路 太简单 太直接了 想靠经商成就帝尊 就不要提了 那就是个笑话 真想成就帝尊 只需要团结在楚行云周围 所有人齐心协力向前走 努力将所能做的一切 都做到最好 如此一来 只要机会来临 一切都有可能 尤其让白冰兴奋的是 楚行云的这个小团队 配置真的太完美 太周全了 每个人的特点 都绝不重合 却又彼此促进 无论想做什么 总可以从战队内找到合适的人 而且在那个领域 一定是超级专家 比如叶灵的医疗能力 尤宰的输出能力 不凡的侦察能力 古蛮的单挑和控制能力 花弄月的暗杀能力 君无忧的追捕能力 白冰本身的能力 虽然还没展现 但是他自己知道 自己有多强大 至于楚行云和水流香 这个就不需要多说了 这两个人 绝对高出其他欺人几个层次 水流香不惧多说 极寒帝尊的大弟子 身具九寒绝脉 绝对的同境界无敌 至于楚行云 虽然表面看起来简单 平凡 只是长得帅了点 可是事实上 在白冰的心目中 他却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朽 无所不能的 水流香那么优秀 可是在楚行云面前 却半点自信都没有 水流香一直这么努力 为的是什么 没错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他可以骄傲地 以平等的身份 站在楚行云身边 试想 以水流香的身份 地位 才华 天赋 都没有自信与楚行云并利的话 那楚行云到底有多优秀 而且 单就这个小团队的组成来说 虽然肯定有巧合的成分 但是总的说起来 这个团队内的每一个人 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 比如司马长天 又比如叮当姐妹 他们倒是够强的了 可是真要替换的话 他们能把谁替换掉呢 不凡 不行 不凡没了 团队就瞎了 叶灵 不行 叶灵没了 团队就没医疗能力了 持续作战能力为零 尤宰 更不行 尤宰一旦境界提升起来 输出绝对是一个顶三个 没了他 就没了输出 花弄月 还是不行 没了他 就没了刺客 没了暗杀者 没了情报收集者 绝对不行 君无忧 表面看起来 他最没用 就像猫咪一样 只会卖萌 可是事实上 君无忧最擅长的是猎杀 一旦被他盯上 真的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只不过现在还没凸显出来而已 竞技场上 讲究的是团队配合 君无忧的特点 根本无从施展 如果说 花弄月是刺客的话 那么君无忧就是杀手 你明知道他要杀你 却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 君无忧的威慑力 甚至要大过花弄月 最可怕的 莫过于这对夫妇联手 一个再明 一个再暗 怎么躲 毫无疑问 君无忧和花弄月 这对夫妇组合 对外的威慑力 绝对大到夸张 古蛮就不说了 作为无敌的存在 作为九霄学府 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拒绝他 而且 这家伙不但一身的强控 而且防御更是强到夸张 不败今生一开 近乎无敌 若有朝一日 古蛮可以成就帝尊的话 那么不需要怀疑 他绝对会是有史以来 人类最强的己人之一 再往下是水流香 且不提他 本身那强大到近乎无敌的血脉天赋 单就他的身份和地位 便已经无敌了 有水流香在 就等于 有了极寒帝尊做靠山 没有人敢暗中算计他们 对他们不利 这已经足够了 更何况 水流香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所谓的二代 事实上 水流香的目标 白冰是很清楚的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 他要重现当年夜血肠缔造的神话 实现通天战场的千场全胜 对于他 白冰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 本章完 第1204章 军火生意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最后 就是楚行云了 这个人到底多强 说实在的 白冰也不知道 单就去年年初 战队刚组建后进行的 那为期三个月 一百天的猎杀行动 便已经让白冰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楚行云本身的实力 已经无所谓了 当他随便一挥手 便可以召唤出三百个阴阳高手 六十多个涅槃高手时 他本身还需要有实力吗 最恐怖的是 那些剑奴 实力竟然是可以提升的 这还有天理吗 大多数时候 形容一个人强大 经常爱用的词汇 就是同级无敌 可是这些所谓的同级无敌 和楚行云比起来 又算什么 楚行云当时的境界 不过阴阳一 但是挥手之间 三百阴阳高手 六十涅槃高手 五大涅槃九重天的高手 瞬间出现 那已经是一股足以挑战武皇的势力了 又岂止是同级无敌所能形容的 可以说 综合实力上说 战队内除了古蛮 楚行云 水流香外 任何人都不是太强 可是若说单向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论治疗能力 夜灵是无与伦比的 论侦察能力 不凡连武皇都不放在眼里 论 当一群特点鲜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彼此之间 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纠葛 京城团结的朝向一个目标时 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呢 对于这个猜测 白冰是有答案的 而且 答案让他很开心 不过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以楚行云为核心的 除了楚行云 根本没有人 能把所有人 毫无芥蒂的团结到一起来 即便水流香 都做不到 不然的话 他们三人就不会退出了 这次退出 白冰 布凡 以及夜灵 并不是在和水流香商量 而是直接宣布退出 可是 如果在位的是楚行云的话 他们谁敢诈此 就算到了现在 只要楚行云一句话 他们也会乖乖地回去 老实地参加比赛去 不过事实上 楚行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他尊重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才那么拥护他 爱戴他 思索再三 白冰终于考虑周全 却得道 老大 你说吧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面对白冰的询问 楚行云不由恶然 还能做什么 你不是要去经商吗 那就去啊 茫然地看着楚行云 白冰有点迷糊了 刚才他不是还说 经商无法成就帝尊吗 不过稍一思索 白冰就明白了过来 楚行云否定的不是经商本身 而是否定了他经商的目的 想靠经商挣钱购买材料 继而成就帝尊 那绝对是笑话 但经商本身却是可取的 通过经商赚取大量的金钱 建立自己的势力 是绝对可取的 楚行云担心的 是白冰眼里只有钱 变成唯利是图的奸商 那样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就算将全世界的钱都给白冰 他也买不来一个帝尊 钱只是工具 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白冰要经营的 是以楚行云为核心的团队 所谓的经商 只是团队的一项事物而已 所谓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这就是成就帝尊的 唯一途径 只有当这个团队的 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才有可能在机会来临时 敏锐地捕捉到机会 战胜其他所有敌人 夺取那仅有的机会 不过 虽然确定了 经商是正确的 但是到底要经营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 楚行云和白冰 同时陷入了沉思中 暴力行业中 排在第一位的 自然就是丹药 可是在乾坤世界 丹药基本是被垄断的 所有资源都被五大学府垄断 即便有钱 也不允许经营 其实不仅仅是乾坤世界 即便是真灵大陆 丹药也是垄断的 比如天灵丹 是只有当年的六大宗门 才可以掌握的 以楚行云一行人 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丹药就不用想了 没他们的份 丹药被否决后 第二大暴力的行业 那就是所有世界通用的 军火 军火交易 也依然是垄断的 不过这里的垄断 并不是说 禁止有人炼制 军火交易垄断的是高等材料 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高等材料被控制得太死了 等等 猛地皱起了眉头 楚行云忽然想到了什么 虽然通常而言 炼制高等军火 需要的都是高等材料 但楚行云现在摸索的 不正好是用低等材料 炼制王器 甚至是皇器的法门吗 虽然炼制出的王器和皇器 强度非常低 基本都是一次性的 但军火中 一次性的 未必就是无价值的 别的不说 若可以炼制出一次性的剑枝 那就绝对发达了 妖魔两族大军中 魔族大军是地面上的至尊 无论是妖族还是人族 都无法正面对抗魔族的地面大军 而妖族 则是空中的霸主 妖族的空军 是最让人类和魔族头痛的 每次妖族攻城 都是空军先行 几万 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妖族空军 从天空发动攻击 或凌空传射 或降落在人类城市内 疯狂破坏 在空军的掩护下 妖族的地面部队 朝城墙推进 里应外合之下 人类每一战 都死伤惨重 在妖族大军面前 人类的城墙 真的是 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此 弓箭是对付妖族 最重要的兵器 而箭支就更是拥有着战略核心的地位 箭支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一万名弓箭手 一小时的战斗 就可以射出一千万只利剑 最多的一次战役 五万弓箭手 三小时里射出了上一只利剑 消耗真的太大了 若箭支可以回收还好 可问题是 妖族也有弓箭手 也需要箭支 因此 不管战胜还是战败 都会将人类射出的箭支带走 妖族的炼器能力 是非常差的 根本炼制不出如此多的箭支 妖族大军的箭支 大多戒自人类 因为消耗太大 因此箭支的制造 军部本身是无法完成的 人类部队使用的箭支 都是军部下达订单 由民间的各大商会接下来 组织铁匠进行制造的 毫无疑问 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思索间 楚行云终于有所决定 慢慢站起身来 楚行云断然道 我决定了 咱们做军火生意 本章完 第1205章 白鼠分身 小说 零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低端材料 之所以能炼制出高端武器 是阵法和道文结合的一大创举 通常而言 阵法就是阵法 用来布阵的 阵法是不会出现在器具上的 同样的 道文也不会出现在阵法中 虽然不能说得太绝对 但基本的准则是这样的 而这个低端材料制作高端武器的法门 则是阵法与道文完美的结合 简单的说起来 就是用阵法 连通各个道文 形成一个奇妙的整体 密密麻麻 比蜘蛛网还要细密的阵纹线路上 镶嵌着一个又一个的道文 通过阵纹线路 将各道文的功能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便炼制出了高端的武器 鬼斧神功 这种手段 让楚行云叹为观止 阵法 楚行云绝对是精通的 千年的道行 可不是吃干饭的 道文 这个更不必说 作为亲手炼制出黄器的存在 楚行云绝对是练器宗师级的存在了 可他从来没有想过 通过阵法 将道文整合在一起 在楚行云的安排下 白斌赶去了市场 采购适合制作建制的材料 采购好材料后 白斌一一将其运回来 由楚行云进行测试 看看哪一种材料最适合 另一边 楚行云也没闲着 第一时间朝车行赶去 之所以去车行 不是雇佣马车 更不是买新的马车 事实上 楚行云是想探听一下 那辆九文皇器的马车 到底从哪来的 赶去车行 稍微打听了一下 便得到了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那辆马车 出自一座上古的武皇墓穴 出土的不仅仅有那辆马车 还有大量的书籍 以及大量的一次性王器 甚至是皇器 时到如今 那些王器和皇器 都已经先后使用 并损坏了 只剩下马车 和那些书籍 马车不需要多说 已经被楚行云买走了 至于那些书籍 则被荡成了装饰 整齐地排列在车行内的书架上 若不是那些书籍 古色古香 有很强的装饰作用 恐怕早就被扔掉了吧 对于楚行云这样的大金主 车行老板一口价 要了楚行云一亿零食 原本 车行老板还打算等楚行云奖价呢 可是没曾想 楚行云二话不说 直接交了钱 随后将所有书籍 直接收入了轮回空间 对于楚行云来说 钱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些书籍 能让他少走很多弯路 少费海量的时间 不然的话 若一切都有楚行云 从头研究的话 那恐怕没有千百年 根本整理不出个头绪来 这批书籍 一共上两万三千多本 基本上楚行云 是一本五千零食买下来的 这个价格 根本不需要讲价 若是真能研究成功的话 现在的一切付出 都将千万倍 甚至是亿万倍的挣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 楚行云再次进入了 闭关的状态 轮回空间内 楚行云每天除了修炼 三个时辰的疾风十三件外 其他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两万三千多册书籍 够他看很久了 好在 经过九魂丹 以及三万里紫气洗礼后 楚行云的智力 被开发到了人类的极限 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程度 时到如今 楚行云可以在一目十行的状态下 依然做到过目不忘 可即便如此 两万三千多本书籍 依然太多了 太杂了 很多都是没用的 或者不相干的书籍 这需要楚行云耗费时间去消化 吸收 理解 整理 不仅仅看书 在楚行云的命令下 白冰还去各大藏书馆 购买大量与阵法和道文有关的书籍踏本 见到楚行云看得如此入迷 白冰不由的好奇 这些书有那么好看吗 疑惑间 白冰赶路时 也随手翻看了起来 没曾想 这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 白冰也迷上了 而且是沉迷其中 不可自拔 道文之类的东西 白冰完全没兴趣 对于炼气 他也丝毫不感兴趣 可是对于阵法 白冰有点着迷了 阵法之道 真的太神奇了 最基础的阵法中 只需要几块小石头 交错着那么一百 立刻就可以 让那些小型动物迷路 在原地转圈 转到死也出不来 比较高深一些的 则需要用临时摆阵 一经触发 天崩地裂 威力无穷 至于最顶级的 那就不用说了 通天战场本身 就是一个复合型幻阵 其玄妙之处 完全相当于 创造了一个精神领域内的新世界 迷阵 幻阵什么的 白冰还不是太感兴趣 最让白冰感兴趣的 是沙阵 白冰的属性是光 武灵为白属 武灵天赋为分身 这个分身 并不是幻影为分身 而是将精神分裂后 凝聚出与本体完全相同的分身 分身并不是虚幻的 而是真实存在的 与本体是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可以随时转换的 白冰的武灵 为八平武灵 武灵天赋为地级 可以凝聚出八个分身 若是天级武灵天赋的话 那就拥有九个分身了 不过对白冰来说 八个就够用了 按道理说 拥有八个武灵分身 应该是超级强横才对 可是其实不然 白鼠武灵实在太弱小了 战斗能力非常弱 一个老鼠弱小 八个老鼠也强不到哪去 因此 即便有八个分身 白冰的战斗能力 还是弱到极点 可是 若是可以学习 并且掌握阵法的话 那一切就大不一样了 八个分身 与本尊联手 可以瞬间布下大阵 甚至是杀阵 一旦大阵不成 再想战胜白冰 就难之又难 阵法 讲究的是斗志 而不是斗力 一旦白冰真的 以阵入道 那情况就复杂了 除非智力 或阵道上的造诣 超越白冰 又或者 实力足以碾压白冰 可以以力破阵 不然的话 白冰几乎是无敌的 不过 以阵入道 哪有那么容易 那需要海量的书籍 提供阵道知识 还需要一个博学多知的导师 为其传道解惑 光靠自己摸索的话 那即便到死 也是绝对成不了大气候的 阵道一学 传承五千万年 五千万年 亿万祖先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才积累出了诸多阵道知识和法觉 若想靠一个人的力量 从头去摸索和整理 即便是帝尊也难探其中之万一 继楚行云之后 白冰也成了一个书呆子 每天赶路时 睡觉前都手不识卷 所有买来的 关于正道的书籍 白冰都是要先看一遍 然后再交给楚行云的 白冰的智力 不需要多说 白冰拥有帝尊级潜力 而这个潜力 就是精神力 精神力与智力是成正比的 虽然并不绝对 但是白冰并不是那个例外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这是天才的标配 耗费了整整一个月 轮回空间内 整整一年的时间 楚行云终于将所有书籍看完 并且彻底地消化吸收 本章完 第1206章 天道十二杯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这套将阵符与道文结合的学科 并非是古墓武皇开创的 事实上 他也只是继承者而已 远在史前时代 也就是在人类 有历史记载以前 这个学科就已经存在了 远在五千万年以前 人类从一处史前古迹中 发现了十二块 记载着阵符和道文的石碑 这十二道石碑 便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被人类称为 天道十二杯 这十二道石碑 和一般人想象中的石碑 可绝对不一样 根据记载 这十二道石碑 每一块都高达百丈 上面的文字 却细小无比 每块石碑 都可以踏印出上千本书籍 一共十二座石碑 足足踏印出了一万两千本书籍 人类的正道 以及炼气之道 便是从这十二块石碑上的记载 开始起源的 当时 人类分成了三大派系 第一派选择了研究正道 主修正符 第二派选择了研究道文 主修道文 第三派 则是两者兼修 主修符文 符文的符 指的是正符 而文指的就是道文 接下来的结果 就不需要多说了 前两者由于专精一向 很快便飞黄腾达了 而符文派的那一部分人 在有限的生命里 根本就达不到太高的境界 随着时光的流转 正符和道文 不断地推陈出新 发扬光大 而符文则逐渐被淘汰 不过 执着的人 总是有的 符文那一派 一直坚持了下来 遗憾的是 这种坚持 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距离现在三万多年前 符文的最后一道传承 到古墓武皇这里 终于彻底的断绝 轻轻将最后一本书籍合上 楚行云常常叹息一声 久久没有说话 符文的理论是绝对没错的 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犯了两个低级的错误 首先 是选错了修炼的时机 若成就帝尊之后 拥有了无限的寿命 再开始研究 符文的话 恐怕早就发扬光大了 而从一开始 就震道和道文 兼修的话 在有限的生命里 是达不到太高境界的 所学的太多太杂 修炼起来就缓慢无比 成就武皇都难 更别说什么成就帝尊 其次 符文的方向错了 这不该是修炼的法门 而应该是造物的规则 若将修炼与学识分开的话 就不会无法成就帝尊了 看着装满两万三千多本书籍的 二十多个大书架 楚行云不由地叹息了起来 这两万多本书 是符文之道 五千多万年的智慧结晶 其价值完全无法估量 最让楚行云激动的是 这些书籍中 竟然包含着 整整一万两千本踏本 没错 这一万两千本书籍 正是从那十二座石碑上 踏印下来的原本 这价值就太高了 就算当文物卖 也绝对是价值连成了 不过 楚行云当然不会卖掉 虽然已经记在脑海里了 但是脑海里的东西 是无法传承给后人的 这些源自人类文明之初的宝贵材料 作为传家之宝 是再适合不过了 将所有的知识消化吸收之后 接下来就是思考和整理 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 时到此刻 白冰已经采购了大量的材料 这些材料 都是价格低廉 适合制作建制的普通材料 除了材料外 军队曾经用过的各种建制 也都收集了一些样本 将所有材料收入轮回空间 楚行云开始进行实验 简直 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箭头 箭杆 以及箭语 通过反复检测 军队现在所用的箭支 基本都是普通的材料 稳定性非常强 其中 箭头是金铁三棱箭头 箭杆是箭木所致 箭语则是鹅毛 箭支整体的造价并不高 都只是普通材料而已 因为消耗量实在太过巨大 因此 成本已经压缩到了近乎极限 想从成本上压缩的话 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了 勉强要做的话 也一定会降低箭支的性能 乾坤世界 人类与妖魔两族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上万年 而箭支又是对抗妖族时 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因此 发展到现在 箭支的生产 已经无比成熟了 再想改一分 都无比的艰难 无论是箭头的材质 还是箭杆的尺寸 以及箭语的长短 角度 都已经是千锤百炼 近乎完美了 既然箭支本身已经完美 楚行云便放弃了 对材料的更换 以及对箭支的改造 而是直接 从符文之道的本身出发 直接增加箭支的威力 时到现在 楚行云对符文之道 掌握得还很浅 虽然该知道的都知道 但是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 随手拿过一支军用箭支 楚行云掏出刻刀 在箭支上刻画了起来 刻刀快速的三个转折 瞬间勾勒出了一个锐金阵 锐金阵可以激发出金属的锐利之气 让箭头更加的尖锐 犀利 穿透性倍增 接下来 楚行云的刻刀一路向下 比走龙蛇之下 在箭杆上刻下了一道疾风阵 疾风阵可以催发出疾风之力 推动箭支前进 让箭支飞得更快 飞得更远 冲击力和穿透力自然就更强 最后 刻刀来到了箭支的尾端 也就是箭宇的位置 手中刻刀一连三个回旋之间 一个旋风阵一蹴而就 旋风阵可以催发出一道旋风 让整个箭支高速的旋转 增加箭支平稳性的同时 还大幅度增加了穿透力 锐金阵 疾风阵 旋风阵 三个最初级的小阵符蝶加之下 这支箭已经不再是繁俗之物 虽然还算不得王弃 但也绝对是宝器级的宝贝了 箭支制造出完毕 接下来就是测试性能了 为了避免特殊性 楚行云一连制造了100支宝器箭支 这才停了下来 离开了轮回空间 楚行云叫上了白冰 拿上长弓 开始测试了起来 首先测试的是普通箭支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白冰弯弓搭箭 朝着目标猛地射了出去 速 多 一道箭影闪过 大约两秒之后 远处的箭靶上 响起了一道闷响 记录下了箭支飞行的时间后 白冰期待地拿起了 楚行云刚炼之处的箭支 搭在了长弓之上 长吸一口气 白冰再次弯弓搭箭 箭尖对准了远处的箭靶 速 多 呼啸声中 箭支画做一道黑芒 直中远处的箭靶 愕然地转过头 白冰茫然地道 速度好像一样啊 甚至于 比上一只慢了那么零点几秒的样子 看着白冰茫然的样子 楚行云一脸的无奈 作为宝器以上的兵器 不注入能量的话 哪可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箭支上的三道阵符 都是要能量去驱动的 没有能量驱动 那也不过是好看的图案而已 本章完 第1207章 疾风锐金剑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无奈地看着白冰 楚行云不断地摇着脑袋 其实白冰也不傻 他也不是没用过宝器 甚至王器也用过 当然知道 这些上品的宝物 都是要能量催动的 只不过 经验主意害死人 按照过往的经验 箭支不可能是什么宝贝 只需要直接射出去就好了 吐了吐粉红的小香蛇 白冰再次抽出一根楚行云精致的宝剑 弯弓搭建的同时 一丝能量从箭语处灌入了箭支中 随着长弓渐渐被拉开 随着能量的注入 金色的光芒在箭支上闪耀了起来 首先是箭语的位置 产生了一道金色的旋风 随着能量的灌注 颜色越来越浓 亮度越来越亮 旋风的转速也越来越快 其次是箭杆周围 一道道金色的气流 发出丝丝的呼啸声 最后就是箭尖步尾 那金铁箭头之上 闪耀着锐利的金光 只用眼睛看 便可以感受到 那箭尖有多么的锋利 穿透性有多强 大风吹拂下 白冰一昧飘舞 犹如战神一般 终于 白冰松开了左手的弓弦 一声呼啸中 那利箭瞬间飙射了出去 箭支离弦而出 金色的疾风 在箭支周围 形成了一道龙卷般的金色护照 不但避免了风的阻力 更对箭支本身不断地加速 搜多 几乎没有任何间隔 箭支犹如一道金芒一般 顺发顺之 只能看到一道电芒般的金光 一闪而过 速度快地出奇 愕然看着远处的箭靶 白冰愣了好一会 这才迈开脚步 朝箭靶走了过去 走到近处 仔细看去 前面两箭都设在了第一道箭靶之上 作为普通箭支 两支利箭的箭尖 都深深插进了箭靶之中 完全符合普通箭支的要求 而第三支利箭 却轻易地洞穿了第一个箭靶 然后继续飞行了三十多米后 深深地射在了一棵大树上 走到近处看去 那箭支射入树干 足有十厘米深 露在外面的箭杆 已经完全碎裂了 相信树干里面的 也好不到乃去 普通箭支的材料 强度毕竟有限 在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大的冲击下 是不可能依然完好的 碎裂 折断 都在所难免 要想避免碎裂 其实也很简单 换成重量比较轻 强度比较高的金属 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很显然 那已经不是普通材料了 楚行云炼制的宝气及箭支 比普通的箭支速度快了两倍 穿透力强了三倍 而且 箭支周围缭绕的疾风 还会撕裂窗口 以那个被穿透的箭靶为例 原本应该是 留下一个筷子粗的孔 可是事实上 却留下了一个直径五六厘米的洞 结果白冰手中的长弓 楚行云亲自测试了起来 吃 吃吃 不断地弯弓搭剑 一支支利剑 化作一道道筋芒 催枯拉朽般地洞穿了箭靶 接二连三地射在了树干之上 一连十三见过 那大腿粗细的树干 竟然硬生生被拦腰射断 放下手里的长弓 走到断掉的树干前 仔细看去 那树干内部 纵横交错地 留下了十几道剑痕 那些剑痕 并非整齐 里面的木刺 在旋风的撕扯下 都是扭曲的 很显然 这些箭支 在射入树干后 剑杆周围的旋风 会剧烈地撕扯皮肉 如果有鲜血的话 甚至会将敌人体内的鲜血抽出来 二倍速度 三倍穿透力 旋风撕扯 抽血 记录着一个个强悍的数据 白冰的眼睛亮亮的 一脸的兴奋 白冰很清楚 有如此强横的剑痕 他的生意绝对可以做成 这样的剑痕 绝对是供不应求 不过 对于这个结果 楚行云却并不满意 不是嫌弃剑痕的威力低 正好相反 是剑支的威力太高了 剑靶的整体强度 与妖族的躯体是差不多的 这些剑支能射穿剑靶 自然就能射穿妖族的身体 贯穿伤虽然也是伤 但是伤害效果是非常差的 最好的结果 其实不是洞穿 而是射入十厘米左右 持续造成伤害 不过 楚行云本身也正好打算 对三个阵法进行简化 现在要摸索的 是简化的幅度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楚行云不断地将三个基础阵法简化 最终 楚行云将三个阵法 缩减为两个阵法 阵幅也简化到了极致 因为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 也不需要那么强的穿透力 因此 剑语出的旋风阵被删除 剑杆出的疾风阵 则予以保留 与箭头上的锐金阵结合 经过极限的简化后 研制出了疾风锐金剑 最终版的疾风锐金剑 速度和穿透力 皆降低为普通箭支的一倍 剑枝周围的疾风阵 还会对伤口周围 造成切割效果 被这样的剑枝射中 伤口就像是被利剑刺中一般 就算要不了命 也得丢半条命 而且呼啸的疾风 还会疯狂地 将目标身体内的血抽出来 可惜的是 剑枝材料太普通 太脆 因此只能抽取一瞬间 剑枝碎裂后 符纹自然也会破碎 就无法继续运转了 若剑枝足够坚固的话 那疾风之力 甚至能在短时间内 将敌人身体内的所有鲜血抽干 经过测试 最终版的疾风锐金剑 虽然速度不是最快的 穿透力也不是最强的 但是实战威力 反而是最强的 速度太快 穿透力太强 剑枝会 瞬间穿透敌人的身体 只在身体上留下一个孔洞而已 实际的伤害效果并不好 而现在这个程度 正好可以射入敌人身体内 十厘米左右的样子 不要小看这十厘米 要知道 剑枝的材料是非常脆的 射入体内后 会直接碎裂 试想 一旦剑枝在敌人身体内 碎成上百块细小的残片 伤口该如何清理 不清理的话 伤口如何愈合 吃吃 吃吃 一道道闪电般的金芒 不断从楚行云和白冰手中射出 深深扎入远处的剑靶之上 不断地测试着 疾风锐金剑 白冰和楚行云都很开心 剑枝的量产改造和保密手段 楚行云就不参与了 而是将一切交给了白冰 产品已经设计出来了 能不能量产 保密手段能不能做到位 就看白冰的了 既然想经商 那么首先要学的就是技术保密 若人人都会造疾风锐金剑的话 那么无权无视 没有任何人脉 背景 靠山的白冰 凭什么和对手竞争 本章完 第1208章 绝境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之所以将量产和保密交给白冰 楚行云也是不得已 原本 楚行云就算不参与 也会在一旁监督 可是古蛮那边却出了状况 在回九霄学府之前 楚行云留了一个蟒猪在马车上 虽然蟒猪没有任何的功能 但蟒猪一旦被破坏 是林蟒却会第一时间感知到 确认蟒猪破碎后 太虚是林蟒 第一时间赶到了楚行云这边 在这楚行云 朝蟒猪破碎的位置赶了过去 另一边 峡谷深渊 第21层之内 古蛮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 时到如今 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久没睡了 长时间的坚持下 古蛮已经是游进灯窟 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意识 昏睡在地面上 可是古蛮知道 他不能睡过去 楚行云不在这里 李春风又孱若不堪 一旦他睡了 那么他和李春风都会死 铿锷 铿锷 紧咬着牙齿 古蛮挥舞着手中的开天刀 不断地将一只只怪物劈飞 时到此刻 古蛮所遭遇的 已经不再是洞穴老鼠了 而是阴阳境界的深渊甲虫 深渊甲虫 已经算是真正的深渊生物了 常年生活在深渊内 周身生长着一层厚厚的甲铐 体积上 深渊甲虫和大型猎犬差不多 行动敏捷 利益大无穷 若不是手持的是地兵 可以破开深渊甲虫的甲铐 古蛮根本坚持不了这么久 更坚持不到第21层 深渊峡谷之内 前十层是洞穴老鼠的天下 而十层之后 就全是深渊甲虫的世界了 深渊甲虫 是阴阳境界的生物 最高的 可以达到阴阳九中天 随着境界的提升 深渊甲虫的甲铐会变厚 力量会变大 行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最恐怖的 还要数深渊甲虫的 那张恐怖的嘴巴 普通的宝器 都可以一口咬断 当成是糖果一般 咬得咯吱作响 人类的躯体 根本就承受不住 深渊甲虫的私咬 古蛮的开天刀 虽然可以展开深渊甲虫的盔甲 但却并非是不费力 若不是有冰髓酒 随时补充能量 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古蛮就能量枯竭了 不过 即便有冰髓酒在 很多东西 也依然是无法恢复的 心灵上的疲惫 意志上的消耗 都不是普通药剂 所能补充和恢复的 当楚行云驾驭是领蟒 回到马车内的时候 古蛮已经达到了极限 看了看李春风手中 那已经碎裂了的蟒猪 很显然 蟒猪就是这家伙弄碎的 上次临走前 楚行云交代过 一旦有情况危急 就打碎蟒猪 楚行云就会第一时间赶回来 见到楚行云出现 李春风急声道 古蛮快坚持不住了 快把他替换下来 面对李春风的催促 楚行云却不为所动 淡淡地掀开门帘 观察着古蛮那边的情况 古蛮的状态确实不好 已经到极限了 可是楚行云知道 这个时候出手 并不是在救他 而是在害他 武皇 岂是那么容易便可以成就的 虽然 大多数武皇 都是经过几十年 上百年 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不断磨练意志 最终成就武皇 但是 真正强大的武皇 都是在三十岁之前 便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 化不可能为可能 一举成就武皇尊位的 越早成就武皇 发展的潜力就越大 好处就越多 所能达到的高度就越高 如果是以帝尊为目标的话 更是必须在三十岁之前 成就武皇 三十岁不称皇 则不称帝尊 战胜司马长天后 古蛮的玄关已经松动了 可是古蛮本身没有强大的意志力的话 依然无法成就武皇 意志力 是很抽象的存在 无法用语言描述 也无法用肉眼看到 真正的意志力 是精神世界的强大 是灵魂上的坚韧 如今的古蛮 早已经拥有了成就武皇的实力 唯一限制他的 就是意志力 而锻炼意志力 最好的时机 就是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 在楚行云的关注下 古蛮的动作越来越迟钝 越来越无力 原本 一刀劈出去 深渊甲虫都是硬刀而断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古蛮劈出去的刀 越来越慢 力量也越来越弱 开天刀虽然是地兵 但却是重型武器 不以锋力为特点 因此 一旦力量和速度降下来 斩杀能力就大幅度降低 连续两刀之下 两只深渊甲虫都只是被劈飞 却并没有被斩杀 枪枪 碰 终于 连续劈飞两只深渊甲虫后 古蛮动作一慢 一只深渊甲虫 突破了古蛮的防守 重重地撞在了古蛮的胸腹之间 剧烈的痛楚下 古蛮的意识 顿时清醒了过来 强忍着痛苦 古蛮继续挥刀 但是那刀挥出去的时候 已经是颤抖着的了 无法斩杀深渊甲虫 那么深渊甲虫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只几个呼吸之间 古蛮周围的深渊甲虫 便从三个增加到了五个 当当当 砰砰 连续劈飞三只深渊甲虫后 第四和第五只深渊甲虫 分别撞在了古蛮的左肩和右腹部 剧烈的撞击下 古蛮不由的一个亮呛 挣扎着恢复了平衡时 第六只深渊甲虫已经窜了过来 第七只深渊甲虫 从洞穴中露出了半个身子 面对于此 古蛮不由的亡魂静茂 若不能快速斩杀深渊甲虫 深渊甲虫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一旦深渊甲虫多到一定程度 古蛮即便是三头六臂 也抵挡不住了 难道我古蛮 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看着蜂拥而来的深渊甲虫 古蛮很想拼命 可是时到如今 他连动一下手指都艰难无比 连续地遭受深渊甲虫重创之下 古蛮的身体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不是他不想动 而是真的动不了 身体已经完全不听指挥了 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 一切都变得模糊 旋转 周围的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 古蛮知道他终究是支撑不下去了 眼看着古蛮即将陷入昏睡 楚行云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留给古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能再浪费下去了 原本 楚行云不想出手的 可是现在看来 不出手不行的 慢慢站起身来 楚行云掀开车帘 走了下去 既然 古蛮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 成就武皇 楚行云不介意出手帮帮他 无论如何 古蛮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如此完美的他 就该有完美的基础 以及完美的未来 本章完 第1209章 意志之力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碰 哗啦啦 眼看着古蛮的意识 即将陷入无尽的黑暗 忽然间 一阵剧烈的声响 传进了他的耳朵 艰难地睁开了酸涩的眼睛 古蛮朝着声音响起的方向 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角落出的马车 被一只深渊甲虫 一头撞成了粉碎 漫天的碎木片中 李春风那干瘪的身影 仿佛一个布娃娃般 甩出去十多米远 扑通一声 摔落在地面上 李春风痛得 似乎连声音都发不出了 与此同时 一头撞碎了马车后 那只深渊甲虫 并没有停留 调转过头来 将目光锁定在了 须发皆白的李春风身上 见到这一幕 古蛮猛地瞪大了双眼 太久 没有睡眠 古蛮的眼白上 已经布满了血丝 目瞪欲裂之下 古蛮的脑海中 不由地浮现起 楚行云的形象和声音 临走前 楚行云叮嘱他 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护好李春风 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当时 古蛮非常有自信 拍着胸脯答应了下来 可是时到现在 就在他的面前 李春风已经受到了伤害 而且接下来 还必然会被深渊甲虫伤害 甚至是撕成碎片 So 终于 在古蛮的目光中 深渊甲虫微微一个蓄力后 化作一道黑影 瞬间将郑欲起身的李春风 扑倒在地 一对强而有力的虫前 按住了李春风 那深渊甲虫 缓缓张开了锋利无比 可以将金属都咬碎的利口 微微一个停顿后 那利口猛的一个加速 朝着李春风的咽喉咬了过去 不 面对这一幕 古蛮怒瞪的双目中 血管爆裂 层层的血水 顺着眼角鼓鼓而下 艰难的伸左手 古蛮拼尽一切 想要阻止惨剧的发生 可是时到如今 古蛮真的已经游进灯窟了 浑身上下 一丝力量都没有了 而且 退一万步说 就算古蛮仍处在巅峰状态 也绝对无法阻止一切了 古蛮离李春风的距离 足有三十多米远 即便是全胜状态下 也来不及阻止了 那么 是不是不能阻止 就听之认之呢 不 当然不 努力地伸着手 虽然只是徒劳 但是古蛮却依然渴望 自己能阻止伸渊甲虫 他答应过楚行云 在他回来前 要保护李春风的 说时迟 那时快 伸渊甲虫的利口 闪电般的朝李春风的咽喉咬了过去 眼看着那利齿 已经触及了李春风咽喉处的肌肤 就在这个时候 那深渊甲虫 却仿佛忽然被人拉住了一般 利齿无法再向下 哪怕一分 同一时间 古蛮只感觉自己 伸出的左手好沉重 仿佛拉住了万斤的重物一般 时到如今 古蛮的意识已经模糊了 但是他的意志力 却前所未有的坚强 半梦半醒之间 古蛮将全心全灵的力量 全部聚集在了左手上 疯狂地朝后拉动着 撕扯着 随着古蛮的发力 那深渊甲虫的利口 仿佛真的被古蛮拖拽一般 竟然一寸寸地离开了李春风的咽喉 眼看着李春风即将得救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古蛮周围 几只深渊甲虫 再次朝古蛮 发动了疯狂的冲击 嗯 怒目原争 即便意识已经模糊了 但是古蛮的面容 却依然是不怒自威 猛地转过头 朝周围的深渊甲虫看了过去 无比深沉的意志之力 碾压全场 咳吱 咳吱 目光扫过之处 七八只深渊甲虫 犹如雕塑般地呆立在了那里 一身黑亮的甲铐 在咳吱声响中 瞬间干瘪了下去 深渊甲虫的甲鞘 是无比坚硬的 其厚度和强度 都堪比重奔 可是此时此刻 这些坚硬无比的甲铐 在古蛮的面前 却犹如脆弱的纸张一般 瞬间塌陷干瘪了下去 大量绿色的粘液 顺着深渊甲虫的甲铐缝隙间 涌了出来 七八只深渊甲虫 犹如纸片一般 被捏扁 揉皱 最后捏成一团 当当当当 终于 古蛮身体 周围的深渊甲虫 进阶被一股莫名之力 捏成了一个浑渊的黑球 掉落在地面之上 慢慢转过头 古蛮再次将目光 看向了不远处 那只试图伤害李春风的 深渊甲虫身上 左手渐渐发力之下 那只深渊甲虫的整个头颅 瞬间 便被一股无形之力 直接捏得粉碎 随后 古蛮左手猛然一扬之间 那深渊甲虫的尸体 仿佛炮弹一般 飞出了二三十米 深深砸进了坚硬的洞壁中 死得不能再死 最后的一丝威胁终于消除 古蛮的精神 终于松懈了下来 眼前一黑之间 古蛮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眼看着古蛮的身体 即将砸落在坚硬的地面之上 不远处 李春风的身形猛的一闪 瞬间出现在古蛮的身旁 双手将古蛮的身体扶住 仔细看去 这人虽然是须发皆白 穿的衣服 也和李春风无异 但却根本就不是李春风 事实上 这个李春风 只是楚行云易容 装扮成的 虽然想激发出古蛮的潜力 使其成就武皇 但楚行云可绝对 不会拿李春风去冒险的 见到楚行云扶住了古蛮 洞穴角落处 被楚行云掩藏在那里的李春风 漫步走了出来 走到近处 李春风笑着道 你对这小子真的太好了 不但毁掉了 价值几个亿的马车 甚至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激发他的潜力 使其跨出了最难跨出的那一步 我咋就没遇到过这样的贵人呢 羡慕地摇了摇头 李春风道 说实在的 这小子太优秀 太完美了 你真不担心 他有朝一日强大了 背叛你吗 扶着古蛮 轻轻地靠坐在了洞壁之上 楚行云这才松了口气 转头看了看李春风 楚行云淡然道 我敬重古蛮的为人和操守 若有朝一日 他真的背叛了我 那也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绝不怪他 这 面对楚行云的回答 李春风不由地无语 楚行云的想法 他万万不能理解 楚行云和李春风认识的时间有点短 接触也比较少 彼此间的了解并不深 但楚行云对朋友和伙伴的信任 却是李春风感触最深的 在没有被背叛前 楚行云愿意相信任何一个朋友和伙伴 即便有人背叛了 楚行云也只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不会将怒火倾泻在对方身上 本章完 第1211章 武皇意志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杀死最后一只深渊甲虫之后 古蛮的身体 彻底地陷入了休眠状态 但与之相反 古蛮的意志 却并不曾消散 反而越发地凝炼了 身体周围发生的一切 古蛮都能感知到 楚行云和李春风的谈话 他也听在心里 但是古蛮的身体 却并不能做任何的反应 意志力 源自躯体 受躯体约束和限制 武皇 就是意志力强大到极限 超脱了躯体的约束和限制 与天地共鸣的存在 如果说 武皇之前 还只是凭借躯体 以及躯体内修炼的能量 去战斗的话 那么武皇之后 就是用意志之力 调动天地的能量进行战斗 本体的战力 只是辅助而已 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武皇的标志 就是意志之力 单纯凭借意志 他们便可以调动天地灵气 发动强大攻击 排山倒海不在话下 以如今的古蛮为例 如今的他 对上武皇以下的高手 根本全都是秒杀 隔着三十米呢 直接用意志力 就可以将对手直接捏爆 除非解放万象 请出黑洞 否则的话 楚行云对上古蛮 也依然是被秒杀的命运 绝无幸免 即便所谓的空神顺步 也没有丝毫的作用 当然 也不是所有武皇 都像古蛮这么夸张 不是所有武皇初期 都能隔着三十米 将深渊甲虫直接捏爆 一切 还要归功于古蛮的武林 金牛 古蛮本身 四肢的力量 就非常的恐怖 可谓是一身的蛮力 不过不要被欺骗了 古蛮肉身的力量 并不夸张 真要掰手腕的话 十个古蛮 也掰不过楚行云一只手 可是古蛮的武林 却太恐怖了 金牛武林的武林特性 就是至高无上的力量 大多数人都有武林 每个武林 也都有着武林特性 比如不凡的武林 是三维语焰 特性就是速度快 自然界也有三维语焰 自然界的三维语焰 最大的特点 就是飞行速度 天下第一 这种特性 即便成了武林 也不会有所改变 不凡的速度 也是天下第一的 至于古蛮的金牛武林 这个自然界是没有的 但是神话传说里 却是有的 传说中 金牛之力 可破千山 拿日月 磨弄乾坤 金牛力量到底有多大 这个没法度量 但是却是公认的至强 别的不说 力量振服就是牛型的 力量倒纹也是牛型的 牛本身就代表着力量 绝大多数武皇 哪怕到半步帝尊的境界 也不可能 由古蛮今天展现出的力量 以白冰为力 他的武林为白鼠 武林特性是精神力 白鼠是自然界就有的 试想 一只小小的白鼠 力量再大能怎么大 能比牛还大 但就力量而言 就算有朝一日 白冰成就了帝尊 白鼠武林的力量 也依然不如古蛮今天表现出来的力量 在来乾坤世界之前 楚行云从不知道 武林竟然还有特性一说 虽然知道武林种类的不同 会导致很多差异 但是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研究 而乾坤世界不同 对于武林的研究和摸索 已经达到了极致 武林不但有天赋 有武林品级 更有武林特性 武林不同 特性也不同 古蛮的金牛之力 不凡的羽焰之素都是在某一方面 达到了极致的武林特性 当然 现在的古蛮 还不算是真正的武皇 虽然拥有了武皇意志 但是他的玄关 还处于松动状态 并没有破掉 古蛮的状况 是异常罕见的 大多数人 都是破掉玄关 但是却卡在了武皇的意志上 而古蛮却很有趣地 拥有了武皇的意志 但玄关却没破掉 不过 拥有了武皇的意志 则必成武皇 差别只是时间早晚 而玄关破掉 却未必是武皇 而只算是半部武皇 而且可能终身卡在那里 永远也成不了武皇 为了激发古蛮的潜力 楚星云直接将马车粉碎掉了 因此 古蛮昏迷之下 便无法赶路了 这一次 古蛮并没有睡太久 只一天一夜之后 便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古蛮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 但是他的表情 却越发地平静了 对于古蛮来说 说得再好听 有什么用 真正看一个人 还是要看他的所作所为 由于马车碎掉了 因此楚星云和李春风 已经无法继续和古蛮一起上路了 不过 既然敢毁掉马车 楚星云自然有自己的打算 再次炼制了一枚简易版的蟒珠 将其交给了古蛮 接下来的路 只能靠他一个人走了 带着蟒珠 古蛮必须以一人之力 直达深渊峡谷的第108层 进入无风之渊 一旦有危险 需要求助 他只需要捏碎蟒珠 楚星云便会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 结果蟒珠 古蛮小心地将其揣进怀中 不过内心里 他却下定了决心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不会使用这蟒珠 随后 楚星云又掏出了一个人头大小的酒坛 里面装了满满的一坛子冰随酒 足够古蛮喝一年的了 接过了白玉酒坛 古蛮左手拎着酒坛 右手扛着开天刀 对着楚星云和李春风点了点头后 转过身 朝洞穴深处走去 接下来的路 只能靠他一个人走完了 古蛮知道 马车碎了 其实只是借口 事实上 这一行 是对他的一个历练 古蛮相信 等他抵达无风之渊的时候 他已经是古蛮武皇了 送走了古蛮 楚星云召唤出了太虚式灵蟒 载着李春风 回到了九霄城 见到不用再继续参风露宿 李春风差点喜极而泣 为了表示庆祝 李春风连续一个粥 都喝得烂醉如泥 若不是楚星云及时出现 没收了他所有的冰髓的话 这家伙恐怕能醉到死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楚星云除了每天三个时辰 用来修炼疾风十三剑外 其他时间都在研究符文之道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 楚星云却发现 当阵符和道文 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便形成了一种类似文字般的存在 符文结合 便诞生了符文 每一道符文 都拥有着不同的能力和特性 无比的神奇 一直研究了一个多月 白冰找了过来 疾风锐金剑生意 出问题了 虽然不想 但是楚星云还是不得不放下了手头的研究 去见白冰 疾风锐金剑生意 楚星云还是非常看重的 没有大量的钱财支撑的话 修炼是没有办法坚持太久的 可是没曾想 生意还没开始呢 就出现问题了 这 本章完 我可以帮助你 这等会分享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顶持续 我可以帮助你 找到一个 并且不会有必在 我可以帮助你 要不帮助你 表面